前面的单元我们有提到 y 等于 f 的函数图形 为以 0 0 为对称中心的点对称图形 另外 y 等于 g 的函数图形 同样也是以 0 0 为对称中心的点对称图形 那么我们将两个函数叠合在一起后的函数 函数图形 即 y 等于 a x 三次方加 p x 黑部等于 0 是否 为以 0 0 为对称中心的点对称图形呢 由前面单元我们知道满足 f 等于 f 的条件的 f 函数图形 为以 0 0 为对称中心的点对称图形 若 f 等于 a x 三次方加 p x a 不等于 0 则由荧幕上的推论得知 f 等于 a x 三次方加 p x a 不等于 0 以 0 0 为对称中心的点对称图形 我们接下来要看 f 等于 a x 三次方加 p x a 不等于 0 的函数图形 因为在刚刚我们知道它是以 0 0 为对称中心的点对称图形 所以我们只需要画它一半的图形 再利用点对称画另外一半 f 等于 a x 三次方加 p x a 不等于 0 我们把 a 提出来得到 f 等于 a 乘以括号 x 三次方加 k x 其中 a 不等于 0 k 等于 a 分之 p 我们只去观察 y 等于 x 三次方加 k x 函数图形就可以了 我们先讨论 k 等于 a 分之 p 大于 0 的情况 也就是 a p 大于 0 而 a p 大于 0 可分两种情形 一是 a 大于 0 p 大于 0 另一个是 a 小于 0 p 小于 0 我们先画 f 的函数图形 我们分成 y 等于 x 三次方及 y 等于 x 两个函数求值 再相加 再利用点对称画另外一半 最后就得到 y 等于 x 三次方加 x 的函数图形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画 f 等于 x 三次方加 2x 的函数图形 如图所示 我们将这两个函数图形放在一起看 可以归纳 当 a 大于 0 p 大于 0 时 f 等于 a x 三次方加 p x 的函数图形 长相就像右边这个图 假如是 a 小于 0 p 小于 0 的情况 举例来说 y 等于 x 三次方减 x 我们秒点并且和 y 等于 x 三次方加 x 图形做比较 我们发现它们图形刚好对称于 x 轴 所以由此推知 y 等于 a x 三次方加 p x 与 y 等于 x 三次方减 p x a 不等于 0 的图形对称于 x 轴 同整当 a 大于 0 时 f 等于 x 三次方加 p x a 不等于 0 函数图形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图形的长相为以下两种形形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当 a 大于 0 p 大于 0 时 f 等于 a x 三次方加 p x 函数图形 有左往右上升 当 a 小于 0 p 小于 0 时 f 等于 a x 三次方加 p x 函数图形 有左往右下降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 a 大于 0 时 f 等于 a x 三次方加 p x a 不等于 0 函数图形和 x 轴只有一个焦点 我们现在要讨论 k 等于 a 小于 0 的情况 也就是 a p 小于 0 a p 小于 0 可分两种形形 一是 a 大于 0 p 小于 0 另一个是 a 小于 0 p 大于 0 先看 f 等于 x 三次方减 x 的函数图形 我们分成 y 等于 x 三次方 及 y 等于负 x 两个函数图形 再相加 再利用点对称画另外一半 最后就得到 y 等于 x 三次方减 x 的函数图形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画 f 等于 x 三次方减 2x 的函数图形 如图所示 将这两个函数图形放在一起看 可以归纳当 a 大于 0 p 小于 0 时 f 等于 x 等于 x 三次方加 p x 的函数图形 长相就像右边这个图 假如是 a 小于 0 p 大于 0 的情况 举例来说 y 等于 x 等于 x 三次方加 x 我们秒点并且和 y 等于 x 三次方减 x 图形做比较 我们发现它们图形刚好对称于 x 轴 所以由此推知 y 等于 x 三次方加 p x 与 y 等于 x 三次方减 p x a 不等于 0 的图形 对称于 x 轴 同整 当 a 小于 0 时 f 等于 x 三次方加 p x a 不等于 0 函数图形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图形的长相为以下两种形形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当 a 小于 0 时 f 等于 a 三次方加 p x 函数图形 和 x 轴有三个焦点 y 等于 a 三次方加 p x a 不等于 0 函数图形 通过圆点且都对称于圆点 将 y 等于 a 三次方加 p x 的图形 分类如下 当 a 大于 0 时 f 等于 a 三次方加 p x 函数图形和 x 轴只有一个焦点 当 a 小于 0 时 f 等于 a 三次方加 p x 函数图形 和 x 轴有三个焦点 各位同学 我们已经结束 y 等于 a 三次方 及 y 等于 a 三次方加 p x a 不等于 0 函数图形的课程 对于一般三次多项函数图形课程 我们又往前迈向一步 对于下一单元的课程衔接来说 这个单元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下一单元即将介绍 y 等于 a 三次方加 b x 平方加 c x 加 d a 不等于 0 与 y 等于 a 三次方加 p x a 不等于 0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